高等教育毛绿学历不断提升 由2015年的40%提升到2019年的51.6% 在学总人数达到4002万 以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第二观测点是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 不断发展 研究型应用型各等各类高校 各安机位各自然所长 学科专业结构不断优化 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体系正在形成 第三观测点是中西部高等教育实力不断增强 持续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 师资队伍 服务能力 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級退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觉真的很具体重